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捣乱 这天他就趁着奶妈不在身边 竟然偷偷地想要越狱 好在奶妈及时回来 这才让熊猫宝宝断绝了想法 而熊猫宝宝在见到奶妈后的第一反应 大部分都是躲起来 似乎是害怕奶妈向熊猫妈妈告状 要知道熊猫妈妈对熊猫宝宝十分的严格 每当熊猫宝宝固体化时 他们就会受到熊猫妈妈的教训 毕竟熊猫妈妈可谓是一代枭雄 在遇到问题时 他对于熊猫宝宝可谓是一套街一套 就比如当熊猫宝宝不乐意洗澡的时候 熊猫则会走到他的身边立马叼着熊猫宝宝 直接扔进泳池内 这残暴程度不仅让人疑惑 这还是亲妈妈 其实熊猫妈妈一直是动物界中心最大的妈妈 每当娃遇到啥事时 熊猫妈妈都说不管不顾的 有时熊猫宝宝从树上掉下 熊猫妈妈也会装作声不见 不得不说这只小熊猫宝宝真是失败了 而这天熊猫宝宝就当着熊猫妈 被饲养人从缝隙中拿走 不要熊妈的反应太搞笑 这是神节哲泥之后 我们家里的谷刑 那天熊猫天窑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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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赦